面对了不断变种的新冠肺炎病毒 红树林有线电视 要和执行防疫工作的第一线工作人员站在一起 今年第二年度准备了防疫的物资 送往万里区公所 红树林有线电视总经理李耀东提及 医护、警销在疫情期间辛苦是有目共睹的 而区公所人员默默地执行防疫工作 也是不容被忽视的一群英雄 近年来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生活的形态都有所改变 在疫情期间 红树林有线电视除了发挥地方媒体的宣导功能 更为了与防疫人员一起共体时间 特别准备了防疫物资 要来自证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今年准备了150项的物资 送往万里区公所 要作为防疫人员的后盾 红树林除了在宣导这个防疫 的宣传以外呢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可以捐赠一些防疫的物资 来也算是保护我们的一线同仁 那新冠肺炎是看不到的一个 敌人 那一直在变种 之前Delta 现在是 Oh my god 一直在变 那冬树林年将近 我想又有很多的返乡的一个 就是 居民会回来 所以我想 敢在冬树林年前 赶快把这个防疫的设备 然后给公所这边来使用 这已经是第二年度的防疫物资捐赠 挑选耳温耳温双用枪 酒精烹雾枪 便锡折叠壶 职外线消毒盒 与不锈钢便当盒保温袋组 希望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在防疫工作上更得心应手 成功将疫情给防守下来 一路以来真的见证了红树林 它这个善进一个优良企业 善进社会责任 那对万里也伴助蛮多 那不用讲做那些低收入 收市的棉被 这个一定是都有的 那很感谢红树林 万里区长系署红树林有限电视 一直以来对于区内的弱势协助 社区照顾以及共餐据点 送餐家菜等公益项目 感谢红树林有限 每年都细心地关注地方弱势的真实需求 确实地将温暖送到 就像地方的圣诞老公公一般 发挥企业社会责任 将温暖回馈到地方的每一个角落 记得要评含 万里采访报道